他又很...怎麼講...很陽光啦 所以我跟他其實雖然兩個母子在很多困難中 可是我們都是笑笑的過 然後很快樂的過 我們不希望就是演做盤內的過 所以他今年也可能會出書 可是出書中我們唯一的要求是 請用陽光那一面來寫我們 我們不要很感傷的那一面 謝謝各位啦 委屈各位 哇 真的太感動了 媽媽就是因為媽媽這麼樂觀 才有陽光大男孩的一家 掌聲再次鼓勵一下 恭喜我們鄭一家入選我們這次口袋書 謝謝 謝謝 好 感動的時刻喔 接下來呢我們今天邀請到了 下一位同樣也是我們的入選者 要邀請到的是士林高商的結局校友 鄭麗華女士 我們目前是歐勒利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執行董事長的職務 有請鄭董事長 董事長還有我們的許校長 各位嘉賓還有授獎人 主持人大家好 我應該是畢業很久了 我都沒去算我到底畢業多久 因為我從事這個行業將近40年 始終如一就做一種行業 那在學校的時候 我們的校長叫陳光熙校長 他是一個很正直開朗 但我們都是很正面的 所以做事情我們覺得都是很前進 很向前進 但是以前我父親告訴我們說 女孩子最好是學一技之長 所以我覺得一技之長是終身受用 所以我們在職校所學的東西 畢業後 我就用我的專長 在職場上這樣努力來根源 那我在38年前 創這個老K糖房床這個品牌 一做就是38年 今年39年 將近40年 那今年也65歲 將近退休年紀 可是還不想退休 沒辦法把他移交出去 因為我們雖然在一個職場上工作 可是我們底下的員工 還有他的家庭 都是我們的責任 雖然景氣不好 但是在這種時候 更要努力 更要前進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什麼不景氣 只有不爭氣 大家努力就有結果 所以我要鼓勵大家是說 每一個人除非要很正直 很努力之外 要克勤克解 還要你有創新的腦袋 你要跟著時代不停的變化 然後使你自己能夠更充實 才能奉獻社會 然後在經濟 這個經濟的層面上 我們是中小企業職 站一個小小的位置 但是也一樣要努力 無懈 要把好品質 好東西 奉獻給社會 這是我的理念 也謝謝我的母校 給我這樣子很平安很快樂的 可以說是青春 幸好那個時候的青春這樣快樂的度過 也給我有這個勇氣跟自信 能夠做這番事業 謝謝大家 今天的光臨 謝謝 也祝大家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我們士林高昌的幾度校友 鄭麗華女士 其實大家講到那一段時間 在職效求學的過程當中 臉上的笑容都是神采奕奕的 可見那段時間 對於我們每一位優秀的入選者來說 都是相當重要 而緊接著下來 邀請到了這一位 是南港高公的傑出校友 那麼現在是 連選冷凍機械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同時也是 伊貝傑甘喜連鎖店的負責人 羅大維俄董事長 來跟我們分享入選感言 掌聲鼓勵 局長 校長 以及我的老師 還有林總 大家好 大家好 有台灣 在我們台灣有最基本的 我們技職教育 可以教導我們 然後可以成為 讓我們有個技職場 可以在這個社會上 貢獻自己的心力 這個最基本 最基本的 讓我們可以安身 然後 從技術方面 讓我們得到進步 然後再從中間 發掘裡面的興趣 所以這個技職教育 並不是說我們一般講的 就是 分數考得不好的學生 才來接受的教育 所以我們 大家都應該都應該有這種共識 要把 要把這種 要把 職業學校精神 化完我們 社會最基層的動力 所以 根據我剛才講的這三點 一人安身 二人從中間找到興趣 三 可以 進而發揚光大 這三點 大家都會講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但是 最幸福的莫過於 能在工作中生活 在生活中工作 何必要把它分開 所以 基本 基本原則面 如果確立的話 學生 學生的興趣 如果及早發現 然後可以讓他 讓他 發現自己 發覺自己 能夠接受 哪一種教育 而不是 讓我們父母去 指定他 要什麼教育 是 要我們 父母當父母的 要引導我們的學生 是 發現他的 興趣在哪裡 然後 才去接受 什麼樣的教育 你指定他 他沒有興趣 這樣子 反而會害了他 所以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 最後 我要感謝 我的父母 這樣子 一路就是這樣 發掘我的興趣 然後 讓我進入 南港高工作 沒有 沒有說 一定說 要我就去 考高中去 去做什麼 所以 這是基本上 一定 一定要很感謝他們 另外 另外 我還要感謝 我的老師 我 蔡勝鋒老師 他今天也有來到現場 我現在請他站起來 在我 在我 在我十七八歲的時候 就是 就是他這樣子 引導我 讓我有 這樣子 進一步 所謂的 理出一條自己 人生的哲理 他是 在我 精神上 以及生活上 一個很好 很好的老師 他的一言一行 到現在 我還在受用 真的是受用無窮 最後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羅總系長 分享入選感言 他們的局長 提到了 我們從九十二學年度開始 每一年都會選出十二位 來加入我們 季節教育的天空 這本口袋書 那麼這一次第七集了 所有的入選者都在現場 我們是不是在一起 所有入選者起立好不好 我們在這熱情的 恭喜他們 入選同時 得到我們最重要的肯定 那麼今天呢 非常的恭喜所有入選者 也謝謝 我們代表是 教育局局長 吳清山 吳局長 我們掌聲謝謝吳局長 謝謝局長 莉琳也給予我們這麼多的肯定 那麼呢 恭喜所有的入選者同時 在今天喔 我們的會場的周邊 都有大家的大型看板海報 這個是我們主辦單位 相當貼心的 要送給每一位入選者的 所以待會呢 也可以請我們入選者 把這些海報 屬於您自己的海報 給帶回家珍藏 那麼今天呢 我們新書發表會 記者教育的天宮 第七集 在今天的新書發表記者會 圓滿的告一個段落 相關的媒體朋友們 如果有需要做採訪的話 現場時間留給大家 可以一一的 針對我們入選者 來進行做訪問 同時我們的口袋書 今天呢 正式的新書發表了 在我們工作人員 在我們後面的媒體報導區 都有放在現場 也歡迎大家可以來索取 再次恭喜所有的入選者 提供給我們目前 正在讀書的 技術體系的同學們 最好的未來的方向 再次恭喜你們 也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